LiTV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冰冰 我爸爸是一位非常非常老實的人 高一人 做工人 他生了太多的小孩 五個男的 五個女的 所以我們的小時候 窮困得不得了 但爸爸 我們家徒四壁 他沒有任何可以去跟外人炫耀 唯一他可以炫耀的物品就是我 白冰冰 當年叫做白月娥 她第一個炫耀 我們這個很老讀書 讀書都第一名 她是第一個炫耀 後來就開始歌唱比賽 我們這個很老唱歌 後來以前會做歌曲 但我知道人家覺得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心裡立下志向 阿爸 我一定要做給你看 這樣 我今天做到了 爸爸在天上一定是很高興的 我爸爸一輩子就是老實 其實有一句話激勵的我是怎樣呢 有一次我剛買了一台 我的新車 但是中古老車 在當年幾十年前買了十萬塊 十萬塊的一部中古老車 走在路上 就什麼都會想就喇叭不響這樣 結果爸爸看我買車回來很高興 哇 我們家也有車耶 怕 他都叫我紅 紅紅有怕 塞董來去讓我們的鄉親看 說我們有車 我就看著爸爸 想要說這台塞董的人不會欣賞 我就想說爸爸我有一天 我一定會塞一台很讚 再帶你來給鄉親給他電一下 所以當時爸爸的話是 也是讓我在內心有力下志向 我一定要趕快賺到錢 讓爸爸生活過好 讓他覺得有面子 我相信他可能一路走來 一直是被欺負被取笑的對象吧 所以我就努力的賺錢上進 那當我有了好車的時候 我問爸爸說 爸爸我們要去鑽車塞給我們看一幕 反而是爸爸說 不要啦 我看這樣就好了 不用啦 結果他也懂得當我們有了以後 就要謙卑 所以爸爸其實他不懂得怎麼說 但他的身教比嚴教更重要 爸爸節在即 我要祝福所有的爸爸們 父親節快樂 而且不是只有那天快樂 每天都要快樂